他過去紀錄很糟耶 主委 涉嫌以假交易掏空公司資產 標給一個有入資背景的 他的官司耶 那這是一個購物平台嘛 變相在補助這個平台 這會變成圖利喔 就挪用經費來招標 這叫挪用喔 請問那個計畫編在哪裡 主委你要特別小心啦 尤其你有去參觀過 然後 我眼睛要叮啦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麼急 急到說 你必須在今年去完成這一件 所謂的榮福卡的招標 就榮福卡的這個業務來講 有急到這樣的地步嗎 因為他沒有編列預算喔 你們是挪用你們的行政預算來 來招標的 對不對 是的 沒有編列這個預算嘛 所以為什麼這麼急 再來 你知道這個得標的 這個廠商 他過去的紀錄好不好 他過去的紀錄很糟耶 主委 你還去參觀過 你知道嗎 他在2016年的時候啊 那時候檢調偵辦他的公司啊 叫印象科技 董事長是曾冠志 涉嫌以假交易掏空公司資產 他跟另外一家公司 不知道怎麼弄的 去掏空 然後導致這家公司 虧損了兩億多 他被以違反證券交易罪涉嫌交保 再來 這家公司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後來又另外弄一家公司 去包了高雄市的觀光局的業務 那時候時代力量的議員還提爆說 艾斯移動就是這一次得標的公司 艾斯移動董事長曾冠志 他同一個人在中國還擔任 銀通集團的營運長COO 所以你們把這個標案 標給一個有入資背景的 這是時代力量提爆的 然後呢 你這個榮譜卡 你是要我們的這些榮譜 把資料丟給他耶 然後這些背景 background check 我看你們大概都沒有做 這樣一家有問題的公司 你們去用最有利標 限制性招標最有利標 最短的時間 沒有編列 今年沒有編列這一項計畫的預算 你們去挪的預算來給他 這就算了 你們在這項採購的合約中 標載明了 後續可以再擴充三年 然後呢 450萬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六年900萬的標案 你如果好好標 照規矩來 照預算的編列審查 我覺得這問題都比較小 但是現在 這樣子看起來 這問題是蠻大的喔 這個招標是很有問題的 委員呢 合理的懷疑啊 我們都接受 但是委員所講的這些事情 我們都有過濾過 所以我們在招標的過程中間 都有修正 然後我們還有很多規定 不是說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是為什麼 至於我個人四月多去參加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要 決心要做這個什麼榮付卡這些 都還沒有 只是想說 那如果這樣 主委 我就更納悶 既然你們在年初都還沒有打算 要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到八月九月份 就這麼急的 在沒有編列預算的狀況底下 就馬上要來招標這件事情 到底要急什麼 我們還有到別的公司去參觀 對 可是 我就是說 做榮付卡這件事情 如果是你認為說 它應該很審慎的 那應該好好規劃 你今年再來提提明年的預算 然後把它規劃好 好好的去招標 不要招標這一種 在過去曾經有不良紀錄的 你起碼要把它 剔除掉吧 並不是說 你現在規定的奪延的問題 不能讓它這些不良的紀錄 欸 它還有官司欸 對不對 那這些 這些都讓人家覺得 你整個招標 疑雲重重啊 問題重重啊 可以給我們解釋一下 是 報告委員 我是主任律書吳志陽 那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 在主委還沒招任之前 我們也曾經研究過 把資本的農民證 希望也能夠一併做一些檢討 和製作更新 那這個案子 其實 它應該分為兩個部分 榮府卡的部分 有一個是虛擬的APP 那這是現行的平台來架構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 這裡面比較要有 這個成本的就是我們 新式的榮民證 新式的榮民證 因為結合了電子支付的 相關的這些卡片 所以它在製作上是有要成本的 那我們這個案子是公開限制性 並不是 所以有兩家的廠商來投標 那相關的公告期限都依照採購的中文規定 上面是採最有力標 對 那這個 這個評選的方式來做的 那它本身並沒有被這個工程會停權 所以依照這個方式來走 好 我現在是要跟你講說兩件事 第一個 如果榮府卡這件事情是你的業務 重大業務跟計畫 你應該在立法院 尋 預算編列的程序 審查完了 編列的預算了 你明年才去招標 我想沒有急到這種地步 為什麼 因為我也上去看了一下 榮府卡到底在搞什麼 那家公司在搞什麼 那網站在搞什麼 那就是一個購物平台嘛 那購物平台他要跟你優惠 照理講他應該是無償來拜託你們加入會員 結果你還要給他450萬 不管多少錢你還要給他錢 然後他在賣東西 他兩邊拿好處 你等於是變相在補助這個平台 然後他給你的會員優惠 然後他同時拿到你的會員資料 他拿到這個會員資料之後 他能不能拿這個再去吸引更多的廠商來加入他的平台 這會變成圖利喔 主委 所以這個問題 我認為知識體大 它雖然是一個450萬的標案 感覺上好像很小 但是我認為你們沒有做好非常充分的計畫準備 就挪用經費來招標 這叫挪用喔 這不是挪用 因為你原本阿 原本沒有編列這一筆預算的 這個不是挪用 其實主委 我們做榮民卡本來 榮民證本來就有經費的 那你編在 請問那個計畫編在哪裡 榮福卡在哪裡 我講是榮福卡 你們的招標名目叫榮福卡 對 因為榮福卡 對不對 因為你原本榮民 假設說你是要榮民卡的電子化 那是兩件事情啊 我們起碼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請問在去年我們審查今年預算的時候 你的預算書裡面有寫到榮福卡嗎 報委員 沒有嘛 榮福卡是一個專案的名稱 但是我們在裡面要求他做的是榮民證 我們是付榮民證的費用 榮福卡是沒有不用錢的 榮民證 那請問現在榮民證在哪裡 榮民證12月份第一批的卡就出來了 第一批卡裡面是一卡通 然後12月份又有卡的那個 建設支付的卡也會出來了 你現在你們的契約裡面還寫到 實體卡是未來擴充三年啊 又450萬嘛 是 所以是做榮民證 實體卡就是榮民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用這個明目來包裝廠商要的東西 我認為這更離譜 你做榮民證那是一個證件喔 那是一個ID卡啊 那你把它跟商業利益掛在一起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蠻嚴重的 如果你們要好好處理到這個 第一個它有涉及到利益的問題 第二個它涉及到資訊的問題 第三個做這家公司它的 背景觀看 你們有沒有看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 錄資的色彩 這個我們都有去查過 在政府的相關單位 它都沒有這些的紀錄 那剛才委員說的它的刑事紀錄 也沒有這些的後面的刑事紀錄 也沒有被判刑確定 沒有關係 這個我們繼續查下去 我是覺得主委你要特別小心 尤其你有去參觀過 然後 你們不代表我贊成喔 我知道 但是呢 這個案子 整個的這個招標 我覺得疑雲重重 為什麼 因為 預算的挪用 再過來 公告的事情 再過來 執行的內容 如果你去看看那個榮甫卡 你現在在網路上 它那個網站的內容 它就是在賣東西嘛 就是在賣東西嘛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的農民 為什麼只有這個平台可以選擇 它不能有其他平台嗎 所以 主委 我現在這邊提出來 是要給你們警惕 你們的招標 你們的預算的編列 其實我還有兩三個案 都是你們挪用預算 我沒有時間再問而已 我可以 不然我再問下去 你們還有挪用的 其他的這個預算的挪用 還有兩三個 都是大的預算 所以主委 你自己在預算的這個 眼睛要叮啦 好不好 謝謝